中国在中东的布局,一方面是破,另一方面势力,破了美国在中东的旧秩序,要靠伊朗带领的什叶派,而立起来中国主导的新秩序,则要靠沙特为首的逊一派。 中国给出的方案,是以色列突出自1967年以来吃下的所有地盘,包括哥兰高地,这基本就意味着以色列认输了,但这也意味着以色列还活着。 但是什叶派的目标,确实伊朗拥合,并且从地图上抹掉以色列,在驱逐美国势力的时候,什叶派伊朗的作用远远大于逊一派的沙特,但是若论对域外大国的依赖程度,伊朗就比沙特弱了很多,所以在没有美国之后,如何掌控中东的局势,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,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势力做权衡,要好过只有一个选择。 所以中东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,就是一个调和阴阳的问题,如何正确利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。 至于中国对伊朗的援助,是讲究计量的,计量大了,将来威胁到沙特,计量小了,不足以把美国的毒排除出去。 但是当伊朗总统莱希意外死亡之后,一切都变了,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,会相信莱希是意外死亡,或者说莱希的死不管是不是意外,都极大地刺激了蓝星上的几个主要玩家。 因为莱希的死,意味着伊朗的弱势,所以反而让中国可以放开手脚去整理中东的势力。 而逊尼派的领导人,也用美国和以色列代替了伊朗作为自己的主要威胁。 这样一来,反美反乙的势力,就具备了进一步整合的企迹。 于是中国牵头,与许多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,一起搞出了联合声明。 这个声明的发出国,大多是逊尼派的成员,而其内容则已经与以色列势不两立,中国的中东主张得到了逊尼派的支持。 这让什叶派的反美,反乙势力也更无后顾之忧。 于是我们看到了胡塞几度宣称,打了美国航母的乐子。 美国的航母在红海被攻击这个事,其实是个大事,因为所谓的天神,是不可以流血的。 话说脱离群众自封为神这个地步的时候,咱也就别说有德了,就剩下威在这挂着,你无能教化天下,只能靠皮鞭武器来恐惧你一万族。 那么当你衰弱的时候,也就别怪着大家有样学样,天神惊身一魄,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拥而上。 群雄并起,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自打阿克萨洪水行动以后,就被部署到中东洪海和胡塞队长。 大家你替我打敌欢度了小两百个日日夜夜,早就兵对兵将对将的排好了阵势。 其实美国的航母不是大意了,没有闪,就是被过饱和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给整过在了。 就跟哈马斯用铁管做的火箭弹,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系统一样,乱拳打死老师傅。 高精尖的东西比不过海量的高性价比导弹无人机流,恰逢中东四国头脑齐聚北京。 胡塞兄弟就这好日子多放点炮仗,使大敬庆贺一下也是情理之中。 这就太令人浮想连篇了,是谁说过攻击美国航母,如同攻击美国本土,谁说过美国霸气小护照上写的是,遍布四海的航母舰队,是您坚实的后盾。 现在来看,只要某工业大国支持你,只要廉价导弹和无人机管购,您就能尝试击败一只欺压在头上的美国秩序,量大优惠,价格从优,童所无欺,少年你渴望力量吗? 巨人的命门,往往在于细处,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,庞大帝国或军事集团的崩溃,往往起于一些未预料到的点。 大国之间交手,迁意发动全身,所以很多时候都比较谨慎,倾向于全面的思考,把对手想得很厉害,但实际上阿卡留斯的脚种,往往在不经意间踢到铁板,戴因灭亡的兆头是布尔战争, 苏联解体的兆头是阿富汗战争,美国可能就是这场胡在封锁战,最后能一锤定音的,未必是多么大的声势,因美帝之尊,和胡在打起来了, 这是本身就挺丢人的,更丢人的是还没打赢,蛮夷之辈,实力就是脾气,美国在海湾战争时候的状态就是你仇杀, 伊拉克战争时候是我的规矩就是规矩,想起了那个经典的国际笑话,当美国人指责你通俗的时候, 你最好真通俗,当美国人说你手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,你最好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作为世界的关键水道红海, 胡在武装在去年年底,对美国的西方经贸体系进行封锁的时候,还只能说是局部发言, 可如今在美式硝烟药航母飞机狂轰烂炸下,不仅病变未去根,反而如同癌症一样扩散了, 大家都认为红海不够安全,这一条水道等于瘫痪了大半,胡在一山傍海,不惧伤亡, 硬是顶着美军的航母火力持续输出,面对胡在武装的袭击, 美国航母的应对尚且如此,未来面对密度,可能百倍余知的某东方大过潜在对手, 又该怎么办呢?如今美国还如何控制全球货物的流向? 货物流向无法控制,又凭什么维持现有的金融霸权呢? 美国继英国之后,在全球生产体系下,选择控制原材料方,放弃制造业,主攻流通和金融领域, 在这样的条件下,他想把货物的价格压下来,就必须依靠原材料国家的配合,并且掌握货物流通的航道, 可如今原材料国家在美国的制裁下倒向中国,中东国家普遍来华请求主持公道, 货物流通的主导权,也在慢慢流失,如今是更大了,被列为信仰的航母竟然被干翻了, 海上霸权的金身一破,美元的含金量就必然打折,而这是拜登政府不可承受之重, 所以拜登便火急火燎地想要以色列求和,仗打到今天,以色列这张画皮已经被彻底戳破了, 五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带来的威望是烟消云算了,事实上,中东地区的主导权, 已经渐渐地从美伊的手中转移,继中国调节沙特伊朗后,又一次在中国实现了逊尼派国家的联合, 为什么伊斯兰社会一盘散沙,无法对以色列形成合力,要是按照美国人说法, 那就是因为伊斯兰教义落后,拒绝现代化,愚昧无知明智未开, 可实际上,天下潮流浩浩商商,哪一个国家能真正拒绝现代化呢? 尤其是处于欧亚大陆交通口的中东地区,五次中东战争,伊斯兰社会打不赢, 是因为背后的人不想打了,绑一大哥都撤资了,你在唱跳也没什么意思, 苏联不上,伊斯兰世界谁也搞不定,有了美国死保的以色列, 尤其是苏联解体后,中东伊斯兰国家彻底被晾在了外面, 谁不恨以色列呢?可确实是打不赢,打不赢他,也打不赢他背后的老板, 人类看到了光明就会很坚强,心中有坚定的信念,才有机会成为钢铁的战士, 但如果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深渊,确实也能理解为何要和光同尘, 但是今天,伊斯兰的主心股回来了,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声明双方强调, 若不结束对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领土, 叙利亚备战戈兰高地,黎巴嫩备战领土的占领, 地区便无法实现和平、安全与稳定,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不可逆举措, 推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,在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的基础上, 实现政治解决,支持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,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, 逊尼派主要的几股势力,基本都来中国, 并且深度认同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声明, 中国给出了一个不用伊斯兰诸国卑躬屈膝, 饱受屈辱的协定,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, 注定会比单边协议更受到人民追求, 往后可以预计,逊尼派对美以军事行动的容忍度, 将会不断下降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